电动车越卖越好了 最新数据啊 六月份比亚迪再次登顶 而且大家知道吗 今天我国电动车的销售渗透率 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 每买三辆新车就有一辆是电动车啊 但是当然我们提醒大家啊 不是每个地方电动车都可以去的 比如说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啊 烟大轮渡的轮渡船上 电动车是不让上的 哎 人家还真是有相关的通告 在平台的公告中写到啊 所有航线禁止绿牌纯电汽车 及绿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登船 蓝牌的混动汽车可以登船 有国内媒体还咨询了 该售票中心的客服工作人员回应称啊 该公告内容是属实的 近些年来啊 烟大轮渡是越来越频繁 很多往返于大人烟台之间的游客 很愿意带着自己的车坐船飘洋过海 这样旅游起来更方便 可是大家遇到这个困扰了啊 绿牌的电动车是不能登船的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原因也好猜测 那就是因为技术上可能还不够成熟 大家知道吗 二十多年前这条航线上 可是发生过惨剧的 大顺号客滚船 就是因为一辆运载的汽车 发生了自然爆炸之后 导致整条船的沉没 所以相关航线非常谨慎 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尤其是业内人员指出啊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 动力电池技术尤其是在安全性方面 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了 不过由于渡轮是在海上环境特殊 它包括严度湿度等 可能会给动力电池的安全性带来隐患 而且客运轮渡上人车众多 所以客运轮渡公司 仅止电动汽车上船也是有合理性的 所以啊 到目前为止 您的电动车暂时还不能用客滚船来运输 但是当然我们也查询了 有的地方现在正在慢慢做出改变 人家可能开这种啊 电动车专班 整个轮渡是只运电动车的 相对而言呢 这样安全性就能大大提高 我们希望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动车的安全性一定要超过传统燃油车 这样也能让我们踏踏实实的用客滚船运输啊